近日 人气偶像明星许维舟现身北京出席某品牌商业活动 当天 一身帅气休闲装扮亮相的周周一出场可是引爆了粉丝们的热情 而为了配合当下的时尚潮流品味 品牌方这次特意将表情包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产品中去 说起这些表情呀 许维舟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平时这些表情可是经常出现在自己的聊天内容里呢 其实我聊天的时候啊 我特别喜欢用表情包 啊 你会用什么表情包 就各种各样的表情包 然后也会用到emoji表情包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表情比打字的话更生动一点 那个emoji里面的哭笑不得吧 就哭笑不得是你最喜欢的 是你平时也会常用的 会常用 因为经常会碰到哭笑不得的事情 既然平时聊天都会用到这些表情包 现场主持人也是给许维舟再次加大难度 要求他模仿几个拿手表情 反正在现场的媒体看过这个模仿 只想说人帅就好 这表情真的很表情包 笑到哭 这个表情真的很难把握 你觉得难不难 让我揣摩一下 好 你揣摩一下 先要笑 然后要哭 对 笑到哭 好丑是不是 过不过关 过关吗 尴尬 好 那接下来呢 如果这样你自己选一个 你想选哪一个emoji的表情 好的 这个小飞吻的这个是不是 对 飞吻的这个表情 好的 来 哇 大小孩也很可爱 就感谢您用 cosas 85 7 7 9 9 10 感谢观看